今天来做点好吃的 准备了几根排骨 先把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把这个水分稍微沥干一点 放一点生抽 还有蚝油 再放一点白砂糖 鸡精 还有一点五香粉 然后再放一点盐 最后加一点蜂蜜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排骨腌制一下 腌制两个小时就可以 我们现在准备烤排骨 先把这个烤盘用锡子铺一层 排骨腌制两个小时 把它拿出来 稍微把它晾干一点点 现在把排骨放到这个烤盘里来 我们现在要先给烤箱预热 调200度 上下加热 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排骨放到这个烤箱里烤 先烤25分钟 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翻一边 我现在刷一点蜂蜜上来 刷蜂蜜上来的话 这个排骨它会非常的漂亮 给它翻一面 刷上一层蜂蜜 我们现在再烤25分钟 好了 现在 撒一点芝麻在这个上面 再刷一点点蜂蜜 那个芝麻会粘得好一点 再烤一下这个芝麻 150就上面加嫩好了 好了 烤好了 香焖喷的 烤排骨就做好了 我做了有四条 一家人刚好一人一条 我先尝一下 这个特别香 不错 果然很不错 大家如果家里面有烤箱的话 也可以这样做一下 挺好吃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分享收藏 做馅儿 来小帅 来小王 来给你吃 beginner instructions 谢谢观看